台南市政府将北区兵工厂就指部分土地拨给建商的院警馆 国民党议员质疑是否是黑箱作业代理市长李孟燕澄清 在公有土地上有私部门投注资源从事公益公众之事在台南多有所见 国民党议员蔡玉辉指出兵工厂便更暗有五六公顷土地便更为公园用地 市府却切割二公顷为转运站一公顷为院警馆 且院警馆由某建商内定取得痛批为黑箱作业 他质疑为何市府不自己盖院警馆 议员洪玉凤表示公园率地建幣率五公顷以下为15% 与五公顷是12% 如今切割三公顷剩下二六公顷为公园用地 这样的公园范围够吗 李孟燕澄清在公有土地上有私部门投注资源从事公益公众之事在台南多有所见 像是奇美博物馆白河图书馆等都是公私合力促进城市发展的进步模式 因此在意会受到如此攻击 市府觉得非常痛心这些社会上正面与良善的力量应受到大家支持 而非为了个人偏见加以抹黑公吉对于相关的不实指控 市府将会被其相关资料主动拜访议员 台南市政府将北区兵工厂就指部分土地拨给建商在院警馆 国民党议员质疑是否是黑箱作业代理市长李孟燕澄清 在公有土地上有私部门投注资源从事公益公众之事 在台南多有所见记者正为真摄影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